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只狗狗是我去年收养的 这是它小时候 我年前发了一个狗狗和我女儿的视频 这个视频最近很多人看 有一部分网友对狗狗的残疾提出了质疑 下面我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收养流程 去年11月21日 我在抖音上看到我一个粉丝 SONY在抖音上发的这个视频 然后我就跟他取得了联系 这个是我们聊天的截图 狗狗当时在乾江 这个是已经在乾江接到了狗狗 这个是网友已经把狗狗送到了松资 这个是我到了约定的地点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接到狗狗了 狗狗的名字叫小雪 小雪能够到我们家里来 其实是一个爱心接力的过程 在这里要感谢SONY和她的老婆 大家放心 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她 她在我们这里可以健健康康快快的成长 OK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